Coco早餐 Coco's VIP 好 时间是8点15分17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昨天访问了蒋万安 他打败了罗书雷 今天我们要访问 很可能是蒋万安在 立法委员选举当中的这个劲敌 他是现任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文杰早 Coco姐早 我请问你 罗书雷姐姐一直说 有那些简讯在攻击的 然后说罗书雷比较不好打 所以就叫绿营的支持者 在民调的时候就去支持蒋万安 意思是这样子吧 到底是你们搞的还是蒋万安搞的 蒋万安昨天说他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你们搞的吗 没有没有 我们绿营其实对 因为这个是别党的事情 然后其实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都是自发性的 我其实我自己也蛮惊讶的 其实从刚开始他们第一轮的民调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明显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太知道蒋万安是谁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王宏威议员 也有参加三个人比 等到第一轮民调结束之后 王宏威退出变成蒋万安跟罗书雷对决的时候 我们在跟绿营的选民接触 跟我们的地方条卡接触的时候 我们很惊讶 他们 所有的言论就是反正就要 就让先让罗书雷下台 这样子 真的吗 对 让罗书雷下台的理由是要帮助民进党的人 打败这个比较弱的蒋万 还是说 他们倒没有 他们不喜欢罗书雷 他们也没有那个策略性的想法 但是因为就是MG149的问题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没有错 他们直觉的反应 他就是 他就是要先把罗书雷弄下来 那至于蒋万安好不好对付 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考虑 这是你接触的 我接触的绿营的朋友 所有我自己选区的中山区的人 那就是什么 都是这样 所以 一些绿营的人是要为科匹出一口气 他就是直觉讨厌 直觉讨厌罗书雷 这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罗书雷会输11个百分点 他输的算是蛮多的 算蛮多的 但是我认为他的 其实我们 他们之前我们在5月初做过民调 我就知道他会输了 你自己偷偷 我不用偷偷 我们选举做民调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的意思 绿营的支持者 要让罗书雷下台 是他们认为你在MG149的时候 打克文杂打太凶了 对没有错 而且他跟连胜文走在一起 这个不是一个指标吗 是啊 也是绿营 就是他是帮着连胜文打MG149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他在民调上因为这样 因为想把罗书雷给赶走 对 他这个让蒋万安大幅领先成功 没有错 并不会变成蒋万安在大选的时候 对你的威胁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应该这么说吧 在绿营里面 因为他这次电话打来是蓝绿不分的 对 那我们的自己的民调显示 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蒋万安 哦是啊 对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蒋万安 如果他现在是55个百分点的话 三分之二的绿营的人支持蒋万安 那他其中有十几个百分点 是绿的支持者 没有错 没有错 而且而且因为 因为其实现在是这样 我们中山 北中山区 现在的政党比例 嗯 政党倾向的比例 大部分是一半一半 哦 大概是一半一半 是误过的吗 不是那个 大概是 目前来讲 大概是一半一半 因为以前都是国民党领先 所以 那你的分析很有意思 比较误实 那另外一批人是认为说 鬼哦 这个 深蓝的选民 在这个中山跟北松山 反正因为罗淑雷这个打 马英九打太凶了 所以这一次呢 就大家集结起来 又要讲完 所以才把罗淑雷给打败了 那你的看法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样 在在蓝军里面 蓝军里面有本土蓝 有 有 有马蓝 有 还有 还有镇蓝 有镇蓝旗 还有镇蓝旗 还有镇蓝旗 对不对 所以在蓝军里面 我想镇蓝 就是说所谓的镇蓝军的 也就是 包括眷村票 或者是 黄复军党部的那些选民 他们当然是支持蒋万安 对 但是在其他 还有一些本土蓝 或者说他虽然是国民党 但他没有那个很强烈的 中国意识的那些国民党 他们是支持罗淑雷 所以总的来看 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罗淑雷跟蒋万安 我认为大概是一半一半 我们自己做的民调是这样 蓝的里面支持他们俩一半一半 但是绿的因为生气罗淑雷 打进了MG49 没有错 所以替克文哲报复 没有错 所以在民调上面全部都倒给了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是蒋万安的 那三分之一是罗淑雷的 所以其实他这个结果我不意外 其实罗淑雷他是败在绿军 因为老实讲 他曾也曾在绿军 上次不是吗 他曾也曾在绿军 因为他上一次在选的时候 因为他这几年来 就是说他的从政生涯八年 他从政生涯八年 他前六年 前六年都是在骂马英九 所以他前六年相当风光 就是说在中山区 特别是在中山区这一块 很多浅绿的 或者是偏向绿军的人 或是中间选民 他们都觉得罗淑雷很有争议感 他有点 罗淑雷那个时候状况 有点像现在的杨石秋了 对 那所以当时为什么他可以用 其实他是不分区 他可以在这个民调里面 赢过赢过这个蒋孝岩 就是因为其实 他是吃到这一块的票 而且他还赢了检验 这个两万多票 赢了快三万 他赢了 赢不少 他赢了14个百分点 他赢了14个百分点 他是大获全胜吗 对 那所以他这一次就是说 他前六年是打国民党 但是他后两年 也就是从去年开始 打克万者被打败了 所以现在他的问题 真的是输在绿的 不是输在蓝的 蓝的就是一半一半 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距离 中山北松山 就说不是蓝营的候选人 要打败蒋万 其实你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先问你 像这个绿营跟公民力量 或说第三势力的整合 在中山北松山地区 现在怎样 民进党要征召你 对不对 对 可是另外还有一位 柯P的人马 叫喷剑志的 他也要选 那到底怎么回事 柯P人马有两位 有两个 一个是喷剑志 他是说 他是柯P的发言人 曾经当过发言人 然后另外一位 是萧亚潭 他是柯P办公室的主任 也在我们这一区 萧亚潭跟麦剑志 都在你们这一区 那还有一位叫做 社民党的 社民党的李燕荣 他是李坤耀的女儿 对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民进党 现在已经正式征召我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要真的要赢 这一区真的不容易了 所以如果说 他们继续选下去的话 对我们要赢得胜利 也是困难 那你有去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 就是说找他们来做民调 那到目前为止呢 是小小谈 他已经表明 他不愿意了 所以他要选到底 他会继续选 但是选不选到底 我觉得还是要看状况 那李燕荣 因为是社民党 李燕荣是社民党 他代表党出来 他们要争取不分区的选票 所以他不可能 跟民进党来整合了 那你们已经被人家 林毅雄骂 混账 就是你们这个选区 不可能跟人家这个 社民党来这个 不过我们 礼让呢 我们礼让给社民党 说实在他选不上 那如果你不礼让他 你也选不上 那林毅雄大老 会骂你好几个混账 你干张得起吗 文姐 那要看社民党 他最后能够拿多少票了 我认为中山 中山区 北中山这一块 我认为社民党还 如果他们要得票 以目前看过去 过去的其他的 无党级的 或是台联的 两大党以外的 他们在这个区 拿的票都非常非常 好 夏亚潭跟李燕荣 社民党都要选到底 对不对 那现在潘建制呢 潘建制他有表示说 要愿意来跟民进党 做民调了 那如果说谁输 那谁就退出 我想这是比较健康的吧 你为什么说做民调 到目前还不确定 因为时间还没有敲定 已经讲好了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 很可能 蒋万安代表国民党 对不对 那你的民进党 如果跟潘建制整合 但是你还是有后顾之忧 因为还有社民党 还有萧亚潭 柯P的人马 虽然柯P说 他没有推人马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本来就已经是 就算最好是五五坡好了吗 对不对 一半一半 那人家那一半是完整的一半 团结的一半 你们这一半不是团结的一半 这不是挺麻烦的吗 我想我们这一区在台北市 是比较特殊 因为其实当初这些候选人 说老实话 他们都是觉得 罗树雷比较好打 真的吗 所以都纷纷跳进来 结果我这一区是 我这一区是 所谓第三势力 最多人的地方 至少他们就三个人 对啊 他们都觉得这个 罗树雷比较好打 因为当时认为 因为他们欠柯P的嘛 对 他们是觉得说 自己代表柯P 然后要跟罗树雷来对战 所以怪不得柯P人马 要在这里打罗树雷 没想到罗树雷先被蒋万恩打败 蒋万恩是突然冒出来的 没有错 他是突然冒出来的 登记第一关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也没有预料到 其实他第一关 第一关我们没有预料到 他会他会这么接近 老实讲真的 但是他等到过了第一关之后 你就已经猜到 他可以胜出了 而且我们有数字 你的数字跟他的 后来国民党数字有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们我们在五月初做的时候 他就已经 他就已经赢的 差不多这个是这个数字 那你就证明 那你听国民党戏刷冤犬 应该有人骂国民党把这个罗树雷做掉了 你反而证明罗树雷不是被做掉 是被自己做掉 我应该这么讲 国民党党部有没有操作 我认为有 但是他们操作 他们是操作 他们可以操作的部分 也就是黄复兴或者是郑兰军那一块 但是有一些是国民党党部 无法操作的部分 就是那些浅蓝的 认为还是很认同罗树雷 有地方服务的 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操作的 所以他们在蓝军里面 大概是一半一半 但是在绿军里面就是整个大势就是倾向蒋万安 对 虽然他们在大选的时候 这些人不会偷蒋万安 因为这些人不会偷蒋万安 他们不会偷他 为什么呢 因为蒋万安跟你两个人几乎都是 哎呦你们两个学历一样 建中他是政大外交系 还是台大政治系 他是美国的宾州大学的 他学不是 他是JD JD应该是硕士 他跟联盛文一样 对 那你是英国的 我是台大政研所的硕士 然后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台大政治系 政研所 对 建中 对 然后英国 伦敦政经学院 这个博士班 还是蔡英文的小学弟 对 不你的这个学经历也很惊人啊 那你中学读哪里啊 我中学是永和国中 永和国中 小学 小学是秀朗国小 我是永和人啊 因为永和人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是大臣 永和都是外来人吗 我们是大臣义包 那我们小时候是住高雄陵园 然后后来来台北讨生活 那永和有一个很大的大臣义包的眷村 很大的村子 现在还在吗 在 现在都还在 那所以那个时候很多 凡是要来台北讨生活的大臣义包 都跑到永和去 都在永和 秀朗国小是 曾经是全台湾学生最多的国小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我以前住过 秀朗国小附近住过几年 对 跟我爸妈一起住的时候 对啊 所以我是秀朗国小永和国中 这样子 对 所以你 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 我有两个姐姐 然后你也是独生子 对 你怎么也跟蒋婉安一样呢 是吗 你也是两个姐姐呀 我昨天问他说 你跟梁文杰打 这个 也不能打年轻啦 因为人家也不比你老很多 他说 他43岁 他对你研究的还蛮 我比他大六岁 我比他大六岁 我是他建宗学长 好 蒋婉安昨天放弃了他的绿卡 那就我知道在网络上面 一般的年轻的 这个网友的反应还不错 一方面大家认为他很诚实嘛 那这个第二 这个印照出当年的马英九 是不诚实的嘛 是 但是你好像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他放不放弃绿卡 那个 绿卡你反正你 一定是要放弃的 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嘛 但是至少就 就我来讲 我大概是一辈子 从来没有想过 说要申请绿卡 你有没有在英国 想要住到英国 也从来没有 没有申请英国的移民 也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过 那 那人家也申请绿卡 还是为了工作 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我想 马英九也申请绿卡 我想他们 马英九也放弃都没放弃 他们是 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这样的 他们国民党的这样一个层级的人 他们几乎 共同特色 就是 念复兴小学 然后申有绿卡 大概 我们要进广告 回过头来问文杰 你有打权贵跟平民之战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我们节目 继续回到现场 这个台北的立法委员选举 中山跟北松山地区 梁文杰跟潘建志 这个两位 可能可以做一个民调 然后其中一位 那但是 目前当然是你 民调领先很多了 对不对 那名奖又征召了梁文杰 这是一个艰困的选区 那还被林毅雄这个大佬骂说 这个民进党混账 这个艰困选区只让了一些 人家这里放了李坤耀的女儿 李燕荣 你们也都不放 好 所以你先付贝夹几页 一个讲万安 拼良心讲 他是蛮帅的吧 是他很帅 他比我帅多了 不会了 你们两个是不同天心的帅 他是科技男吗 那你是政治男 你刚刚说了 你一开始这个段一康这个委员 你们的这个新潮游戏的大哥就说了 这是一场蒋介石的曾孙 跟大臣这个难民之子 第三代的战争 那有人认为 所以昨天那个蒋安说 打阶级 打这个省级 不太好玩 不以为然 你怎么看 因为有些人说 我看民进国民进党里面 也有人劝你们 其中有个叫郭正亮 他打过蒋小言 有没有 他说他跟蒋小言打的时候 一直说他是蒋家后代 蒋家后代 结果还输出的很惨 所以他建议你们不要打这个 全会跟平民之战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倒没有要刻意打这个战争 因为 当然这样的题目其实都不讨好 但是 但是我那天 在蒋旺安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个人 我自己个人 我的出身背景 我感到他 真的是非常有一种历史的 巧妙之处 怎样巧妙 当初我的外祖父 祖父他们在大臣岛的时候 被国民党用船运到台湾来 因为被共产党一直轰炸 大臣岛 就撤退来台湾 撤退来台湾 大臣 所以大臣义包 其实不是义包 现在年轻人大臣 简单讲 简单讲就是说 就难民 难民 就是难民 那那个时候去负责大臣岛整个撤退计划的就是蒋经国 哦是哦 对 所以蒋经国他曾经在大臣岛待过前后 大概待过一年 他来来回回 对对 来来来回回 因为我们大臣岛是在1955年才撤退 对 那国民党是1949年就到台湾来 所以等于是我们大臣岛为国民党 守住最后一个岛屿 最后这个岛屿还被轰的这个 被轰的体无完肤啦 我妈妈的 断言残壁 我妈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七岁 但是她的耳朵是一个是聋的 就是因为那个轰炸 炸弹在他旁边 所以他小女孩的时候就一个耳朵就聋了 爸爸呢也是大臣的 我爸爸也是 对 所以他们我爸妈妈都是七八岁的时候来台湾的 我们是整个家族整个岛 大家都想要去譬如说马祖 整个马祖的人全部车到台湾来 就到台湾来逃难逃生活 对 然后被政府安聚 是 大家大概就是 因为我们大臣岛大概都是渔民啊 大概都是渔民 所以他就让你在港口就设一个村子 大概有35个村子 然后呢 每三户人家给你一条小山板 让你可以去捕鱼 政府 为生 对 那所以大家这样 所以他有一些有名的人啊 像小黑柯寿良他就是 唐纳也是 大臣 对他们也是大臣人 陈美凤也是 还有罗志强也是啊 罗志强跟叶匡时也都是 叶匡时也是 对但是 唯一 最有名的一家餐厅 吉品轩的老板 陈老板也是 对 所以大臣人其实 我从小的印象 有几个是 我妈妈常跟我说大臣 一包大臣 我们小时候听到都大臣一包 然后大臣人很团结 是 所以你爸爸妈妈都是六七岁来到高雄 做渔村的生活 然后后来他们长大之后就结婚 大臣人加大臣人 对 然后就剩下你 对 跑到这个台北永和 我是在永和 我是在永和生的 我是在永和生的 就大臣人到北部来讨生活的时候就住在永和 对对 好啊那就是讲家给你的公平教育 让你又可以读国小国中 然后可以让你考上建宗台大 没有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我应该这么讲 如果在共产党支持之下 你可以这样吗 你的讲法就是我们典型大臣大臣人的讲法 大臣的你的长辈的讲法 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长辈都说你要对讲家感恩戴德 我爸爸也是这样对我说 那所以 因为讲经国是把我爷爷跟奶奶接到台湾来的人 对啊 所以六十年以后 有你啊 我们两个孙子在 孙子在选立委 所以你这个孙子 其实其实如果 人家是恩人的孙子 那你干嘛去打人家恩人的孙子 但是其实 其实如果早个二十年 拜托 像我这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跟讲家的后代同台竞争 如果不是台湾这样一路民主化 我们这样争取下来 我们到今天 我们怎么可能跟讲家的人站在一起啊 我知道你意思啦 从后半段大家都会说 这个民主是我们党外人民 挣脱出来的 推翻了这个独裁政权 专权政权 那可是我们的长辈 像你的祖父母那一代 大家就会说 没有讲家在台湾的 经济繁荣的基础 跟一个这个卫权体制 让你能够公平竞争读大学 这是我爸爸常常讲我的 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也不会有你今天 所以你们应该感谢那个时代的一个 这个非共产党统治的一个 没有说 长辈都是这么说啦 长辈都是这么说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你台湾总是要进步 对 你台湾总是要进步 你国民党他对台湾是有贡献 我不否认 那他的一些政策 对台湾的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了 这个其实不用去争辩 至少有从战后 变成经济起飞 经济起飞 那这个其实不用去争辩 但是难道我们作为 所谓大臣后代 或是外臣子弟 我们就一辈子要为国民党服务吗 所以这一次 梁文杰跟蒋安 蛮有意思的 蒋经国拯救出来的大臣难民的孙子 对不对 跟蒋经国先生的婚外情的孙子 其实蒋经国先生的这位孙子 蒋万安也不算是真的是这个低戏 他算是述出两个人对打 好 那蒋万有哪些质疑的地方 比方你刚才讲到了 绿卡跟他读复兴小学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还是在一个非常富裕的 应该就是说 他们那个圈子 其实他就是 都是这样 跟连胜文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成长背景是一模一样的 复兴小学是什么 他比连胜文瘦很多吧 比连胜文帅 比连胜文瘦 但是 其实我做市议员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复兴小学 复兴小学 我小时候就知道 复兴小学 再兴小学 还有什么未理女中 那都是我们读不起的学生 没有错 而且他你都是 我爸爸是老师 你有钱不一定能够念 那很多人 我当市议员以后 每年到寒暑假 都会有人拜托我们去复兴 告诉你 我们都讲不动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吗 你都没有办法关说吗 那你错了 复兴小学给我的回答 复兴小学给我回答说 议员 我们给每一个市议员 如果他自己的小孩 可以来一个 但是别人没有 是吗 那我都听过好几个关说 但我没有办法 因为复兴小学 毕竟跟我们是差太多了 谁教你是名字 差太多了 复兴小学的创办人 是连胜文的好朋友的爸爸 妈妈 那个好朋友就是李德伟 是是是 对 你不知道啊 差很多了 对 他们那个复兴小学的创办人 是国民党的大佬 难怪我们去讲都没有用 在新也是 难怪我们去讲都没有用 以前魏林女中也是很难尽 那所以 当然就是说 蒋万安读的中学 还是读师大副中国中部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 就是说新的一代选民 你必须看得出来 像网络上的年轻的选民 不太吃什么连胜文版的 这个蒋万安这一套 或者是说蒋万安是权贵之子这一套 所以你在打选战的时候 未来你怎么样凸显你的优点 然后怎么样让这个竞争 能够优势到你这边来 我觉得选举当然是要往前看了 就是说谈历史 谈出生背景这些 其实对现在的选民来讲 已经觉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有说你 你连绿卡都办都不能办 这个是事实 也不想办 这个是事实 而且他是4月24号放弃的 今天我看到有人质疑说 4月24号是他4月19号 预选之后 过关以后才放弃 他过关以后才放弃 当然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能够打到什么时候 他说他为了工作 对 那蒋万安他也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他准备被肉搜 因为他的岳父岳母 都是宜兰人 在伊兰啊做开一个传统的饭店 那将来会不会碰到一些 政商关系的这个检验啊 那我现在回过台问你啊 那你呢 你背后 你虽然啊 应该是财产啊 什么都已经经过检验了 对不对 那经过检验很多次 可是你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 对民进党人而言 那个叫恶势力 叫新潮流席 我们去广告 因为民进党人很多对新潮流席不以为然 对不对 那梁文杰怎么凸显自己的优点 那这个梁文杰还有一个美女主播太太 然后梁文杰的人生观不一样 他不生孩子 你是大成人不生孩子 大成人本来人口就少了 对 你现在不是对不起你的大成的 对不起我父母了 但是 但是其实我 我对于我自己生不生小孩 其实算是很早就决定 我们看我们进一段广告 你回过大成 大成岛现在还有人吗 现在的人是后来迁过去 就从别的地方共产党把它迁来 对 你回去过吗 我回去过 我带我妈妈回去过 是啊 对 然后但是一样还是很落后 我可以了解说 从那种落后的地方来到台湾 你一定会觉得充满感激 那个现在大成呢 还是落后 还是落后 共产党没有好好的这个 来经营大成啊 他这几年就稍微有多投资有发展 但是基本上就和马祖 我们去马祖那种感觉 差不多那种 各位大家不太知道大成 其实那个是还蛮惨烈的历史 共产党是用很特别的方式 去攻打大成岛的 在海上面用 那个时候船舰又不够 我还听他们讲怎么架炮啊 都是看大陆的历史影片 因为攻下大成岛是很大的一个胜利 后来就打这个什么八二三啊 打炮战对不对 结果大成同胞们 从那个渝村来到了台湾 很多人都很优秀 真的像罗志强 对罗志强 像叶匡师 像梁文杰 那好吧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这场选举 可不可以有一个正面的选举 让我们的选民做出抉择 未来立法院需要哪一样的 中山北松山选出的立委 其实罗树蕾是很专业的 我们立刻回来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梁文杰 他应该是民进党的这个 征召出来这个参选中山北松山之后 跟叛建制整合 如果胜出 现在看起来民调是领先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就两强之争 民进党跟国民党之争 那他还有另外两个 这个第三势力的这个小追兵 那前面还有强大的这个蒋万安 因为蒋万安那个地方 本来过去蓝银的支持者就多嘛 对没错 那你又是 不过你有蓝银的这个背景呢 就所谓范蓝银的背景 我请问你 他这个蒋万安会讲台语 你会讲大臣话吗 我会啊 我是我外婆带大的 所以我是先会跟我外婆只会讲大臣话 真的还假的 所以他到现在还不会讲国语 所以我小的时候都是跟他讲大臣话 我是先会大臣话才会讲国语 大臣话跟凤话话有什么不一样 西口话跟蒋公的话 我不太清楚 但是大臣岛只是浙江的一个地方 我知道 那浙江省我们后来才知道 他大概有一百多种方言 是哦 那你们的话跟蒋公蒋经国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我认为大概可以 你可以讲几句给我们听听吗 相似度是八成 你可以讲几句吗 讲几句啊 大家好 我吃饭了没 像我们这样讲的 就叫丘培尔 就差不多啊 跟蒋介石的话很像 跟渝国华的话很像 对我的相似度是八成 所以你以前小时候 就会听蒋公的话 跟渝国华的话 对那你回家 放学回家 就屋里去 就屋里去 大概是这样 哎呦这个很难懂 对 大概所以我们跟他们 大概跟凌坡话啦 有点类似 都的类似 类似 但是口音会不太一样 要八成九成 我们蒋万恩要选举的时候 讲他的台语 那你就讲你的浙江话 这样的话 眷村的伯伯就会投给你啦 但是浙江人在 所谓的外省人 他有很多种啊 好逗啊 大家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好啦 那好像蒋万恩他 他真的是还蛮 蛮大军压境的感觉 因为他有科技创投 跟这个金融界 对他还蛮肯定的 年轻时代 他要做科技专业立委 他如果不跟你玩硬式行态 不跟你打其他的东西 就专门打专业 文杰你怎么样凸显你的专业 我觉得讲到专业 我是算是民进党 我是这一代的人里面 民进党这一代里面 讲到专业性我大概是最高的吧 什么时候 我十几年前我就当民进党 中国事务部的主任 哦 然后陈水扁在做党主席的时候 我是政策会的首席副执行长 嗯 也就是说扁政府时代的很多的 不管是公投法也好 还有很多政策啦 所以你在做民意代表之前 现在民进党里面 我在民意代表之前 我是民进党算是高级幕僚啊 或者是党棍啊 要这样讲是党工啊 是民进党吸收你 还是你投校民意党 民意党因为你是外省人 大成人特别吸收你做一个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在二十几年前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就搞学运 台大政治系 对台大政治系我们搞学运 那搞学运的时候呢 那毕业之后 因为毕业之后 像我前面的学长学姐 什么郑文燦啊 比你高的 林嘉隆啊这些 他们毕业出来之后 就在民进党里面 可能是在做国会助理 或者是在中央党部做党工 那对我们来说学弟学妹 毕业之后就自然就被他们找进去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是林佐隋 把你带进民进党 所以就有泛青潮流的 对对我的 我的第一个老板算是林佐隋 那他教我很多 我 所以你的师傅不错 而且我 我在他 理论大师欸 我在做他助理的时候 我帮他写了很多的文章 他很凶悍 帮他写文章可以看出 应该程度很高 但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每篇文章 他都够够改很多次了 但后来慢慢不改了 所以你的意思 你在从政的专业上面 历练很多 有党的历练 然后有市议员的历练 那蒋安是 一开始就当立法委员嘛 对不对 所以在将来你们两个 还有很多的对阵 我要问的还是情感上的 就是说 你是一个外省子弟 又是大臣子弟 你在民进党里面 不会KK的吗 我不会 其实很多外省人 都会这样想 都觉得说 外省人在民进党里面 到底会不会被歧视 很多人还说 被民进党利用 但真的不是这样 因为民进党 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不是一个族群党 它是一个国家认同的政党 可是他都骂人家外省猪啊 那是因为外省人的投票行为 其实重点是在国家认同的部分 对民进党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 你只要认为 台湾是一个国家 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就是台湾人 谁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了 可是很多外省人 讨厌民进党的台独啊 你搞台独 会不会台湾搞到台湾海峡 这我妈妈爸爸的想法 我就不相信你爸妈不这样认为 我爸妈确实这么认为 他会骂你 但是对我来讲 我认为台湾就是我的国家 对啊 对 那他名字叫什么 他名字叫中华民国啊 这个东西 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我写的 哦 是我写的 所以你经得起检验 你可以跨越蓝绿 能不能跨越蓝绿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外省的朋友 像我这一代的 还是对民进党有很多偏见 这个我都了解 所以你要化解 对没有错 其实你这一代很多的外省的 现在的第三代 他们是投给柯文哲的耶 是 对不对 所以投给柯文哲 将来如果这个选区变成 跨越蓝绿的一个诉求的比较的话 其实是一个正面战争 我希望我能够 我的选举能够对于这族群之间的沟通 会有一些帮助 好的 我们拭目以待对不对 是 来加油 这个中山北松山的民地党征召的 立法委员候选人 梁文杰 下来 下来 下来